这一座岛叫做阿图岛 这个红点下面是阿图小渔村 阿图岛上面的居民在二战之前曾经是阿溜申群岛的一部分 因此它上面的居民是阿溜申人 那么这些人呢可能是从日本北方 日本北方的少数民族阿怒这些人他们过来的 在二战前岛上有45个人 而在现在呢这是一座没有人的岛 非常的寒冷 岛上很少有晴天 每年大约只有10个晴天 每个星期会有五到六天在下雨 我们看到岛上的平均温度 下面这一个是摄氏度 经常最高的气温也是在10摄氏度以下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寒冷的岛 这个岛上在二次大战中发生了相当惨烈的战斗 在一座没有人的岛上发生惨烈的战斗 而现在还有美军军事基地的残骸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小玉村的南边 阿图威力 如果我们顺着山谷一直走过来 这里有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张照片大概是 这是16年的照片 他的拍摄者应该是 Mariane Appling 这里是北方 这里是东北方向 就是走向刚才那个小鱼港的方向 而向南方 向东南方向走去的话 就会来到后来的 后来的 后来的 Nave Town 海军城 我们看一下海军城 当年的遗迹 很可能是这里会有一个小型的码头 后边有一部ATV 后边有一部ATV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个R2 station R2的 R2的 R2 station 留下的是残骸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岛 当年在这里作战的时候 这场战斗叫做Battle of R2 我们看到美军和加拿大 他们的参战人员有15000人 而日军的住房人员是2900人 战斗的结果是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一个叫做History的网站上看到 除了549名美军死亡之外 有1148名美军受伤 1800名冻伤 另外我看到有 有失踪的一部分 出于其他各种原因的死亡 所以美军的死亡是 几乎要打相当大的数目 有几百名其他原因的死亡 而日军呢 2351人被打死 这是后来 美军的收尸队 在收尸时数出来的数据 还有很多的日军是在堡垒内部 被炮弹炸死 然后直接掩埋 被炮弹掩埋 炮弹有海军的 有空军的 也有地面部队的 排击炮 空气 因此这一场战斗是相当惨烈的 日本只有28人被俘 而在这28人里边 没有一名军官 这是当年的一幅作战地图 美军从北边两个地点登陆 从南边的这一个叫做 Maisk Bay 屠沙海湾 屠沙湾 登陆 然后南北 一直前进 最后顺着山谷和山脊来到 这一个叫做 Chichagov 就是刚才那个小渔村的位置 而日军的反击是沿着山谷向西南方向 那么这些日军全部死掉了 这是当时的日本指挥官 后来日军在这里放了一个纪念雕塑 这是在1937年拍到的小渔村 这是日军当年曾经使用的水上飞机 日本军人 日本使用的军营 过冬的军营 这是日军在训练 一门炮兵 我们看到这个大坑里面很多士兵正在操作一门大炮 这同样是在操作大炮 这是美军的B-25轰炸机 这是美军的战略战 战略舰 潘西法尼亚战略舰 在轰炸 这是登陆时的情况 在登陆艇上 准备向海滩出发 我们看到刚才的数据说 有1800名冻伤 因为海水非常的冷 水平走上来 而走上来之后呢 地面又是相当的寒冷 因此美军的服装并不合适 它们的皮靴可能不防水 大量的冻伤 这个PA-324是这个登陆艇的编号 我们看到大量的登陆艇排在海滩上 这是美军在拖运 沿着山谷拖运补给品的情况 这是被打死的日本士兵 最后来日本在07年来放的一个纪念雕塑 我们看到美军是在 5月11号就到达这个位置 这里叫做豪兹 豪兹海湾 它到达了豪兹海湾的西部 而在另外一支从南方来的 从南方进攻的部队 在5月14号也到达了这个山口 并且在5月18号有一支部队穿过了 Jerry Ming这个山口 向北之后 那么日军是在向西南方向冲击 他们应该是沿着山脊 挖了很多的攻势 并且就具地防守 绝不投降 那么一直到5月30号 美军才到达这一个 刚才我们看到 阿兔威雷之的地方 这里是阿兔威雷就是那一支 向西边探索的美军来到的地方 这些建筑已经被拆除了 这是16年的照片 应该是美军后来在清除他们的垃圾 并且清除他们的污染的那些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当美军穿过这一个山口的时候 大约是从5月14号开始 从这里向东北方向 就是连续不断的苦战 那么美军可能是就布置地面的炮火 他们有三方面的支援 空中支援 海面的支援 和这个地面的炮火 逐渐的向日本人 一个一个清除日本人的堡垒 日本人最后发动了一次天皇冲分 就是不断喊着天皇 然后这样的冲分 这种冲分被称为 Banzai冲分 就是他们的 不断的喊着冲分 用日语 喊着天皇万岁 这样一个冲分 冲分之后 这是一次最大的天皇冲分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死了 那么 在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是这个 Cleanup crew working on act 2 在16年 也就是说16年 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海军是派来了一些人 他们把以前留在这里的冲用设备 因为act 2 Island 在冷战期间是长期有人驻守在这个岛上的 并且有飞机定期的飞过来 看到这里有一个油桶 并且油桶着已经漏了 也就是说土壤都被污染 那么美军在这里是把所有的被污染的土壤都装在袋子里面带走 总共带走了1万多吨 把所有有可能留下污染的材料和这个物品都搬走 用船搬走 这是正在挖掘和搬运的情况 这一些海水中的木桩 可能以前是一些栈道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架摄像机放在这里 一边操作一边摄像 就说美群是在这里做 后来16年的时候来到这里做清洁 那么现在呢 这一座岛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一座岛是非常的寒冷 没有树 只有这些地表的植物 而且它是冻土的这个土壤结构 就是说 它的地面之下是 冻结的一层土 常年冻结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美军在这里作战的时候 他们那么狼狈 他们的服装 他们的军靴完全不适应 那么当日本人挖了堡垒 并且在很多地方挖了陷阱 如果美军士兵踩下去的话 如果正在向前跑的时候 他们踩到一个陷阱里面 这个陷阱并不太容易挖 因为这里的土壤 当时是在五月份 可能已经有点解冻了 但是呢 地下面如果是在冬天的话 日本人是在这里过冬的 冬天挖掘这些陷坑呢 是非常艰难的 这是一座 这是一座每周只有五到六天的 每周可能有五到六天在下雨的一座岛 这么寒冷的一座岛 长年的下雨大雾 而这里的气候呢 常常可以从平静的气候突然转变成分数高达15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大风天气 降水量达到每年990到1240厘毫米 所以这是一座非常恶劣的岛 气候非常恶劣 极难生存的岛 这是为什么当时美军的作战如此艰难 而这一部分日军的话 可以想象他们的战斗是多么凶狠 在 不到大约三千人的这支部队里面 竟然最后只有28名 活了下来 被俘 可以想象 这28名俘虏 大部分都是受伤无法行动的 没有一名军宽 后来美军在这里修了机场 这个地方叫做Navy Town海军城 那么这一条机场的跑道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到 而沿着海边的一些道路 岛上还有一个特点是鸟类非常的多 曾经有一个鸟类观察者上岛去 大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 辨识出了700多种不同的鸟类 而且据说岛上有非常大的老鼠 很多山风是常年积雪的山风 这是在六月份的相片 我们看到大量的山风都是积雪的山风 而这个海港并没有被 并没有结冰 并没有冰封 OK 这是一座岛 这是一座阿兔 它的名字叫做阿兔岛 阿尔战中曾发生激烈战斗的一座岛 那么它是在阿罗斯坚群岛的尾巴上 也是今天美国阿拉斯加的领地 现在已经没有人了 用作自然保护区 一座寒冷 很少有晴天 常年的雨雪大雾和大风的一座岛 它的面积是 我记得是300多平方公里 相当大的一座岛 就到这里吧 谢谢